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请委员于听取报告并经寻答后 省略到底讨论进行逐条审查 并将决案审查完聚 原今决议本案审查完聚 你据审查报告提醒院会公爵 不需加油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时 由汤召集委员惠珍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汤委员惠珍补充说明 汤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加油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衣本案经宜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民事诉讼法请宣读第77条之一 第77条之一 诉讼标的支架额由法院核定 核定诉讼标的支架额 以起诉时之交易架额为准 无交易架额者 以原告就诉讼标的所有之利益为准 法院应核定诉讼标的支架额 得依职权调查证据 第一项之核定得为抗高 抗高法院为裁定前 应使当事人有陈述意见之机会 关于法院命补缴裁败费费之裁定 并受抗高法院之裁判 核定诉讼标的的价额之裁定 确定时 法院及当事人应受拘束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七条之二 第七十七条之二 以疑诉主张数项标的者 其价额合并计算之 但所主张之数项标的互相进合 或因为选择者 其诉讼标的价额 应依其中价额最高者定之 以疑诉附带请求其起诉后之滋息 损害赔偿违约金或费用者 不并算其价额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七条之四 第七十七条之四 因地上权、永电权、农育权设诵 其价额以一年租金十五倍为准 无租金时 以一年所获可适同租金利益之十五倍为准 如一年租金获利益之十五倍 超过其地价值 以地价为准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七条之五 第七十七条之五 因不动产一权设诵 如系不动产一权人为原告 以虚异不动产所增价而为准 如系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为原告 以公益不动产所减价而为准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七条之十三 第七十七条之十三 因财产权而起诉 其诉讼标的是金额或价额 在新台币十万元以下的部分 征收裁判费一千元 于十万元至一百万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一百元 于一百万元至一千万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九十元 于一千万元至一亿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八十元 于一亿元至十亿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七十元 于十亿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六十元 其机灵之数不满万元者 以万元计算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七条之十七 第七十七条之十七 再审之诉 按起诉法院这审计 依第七十七条之十三 第七十七条之十四 及前条规定 征收裁判费 对于确定之裁定 申请再审者 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一千元 第一项之规定 于第三人撤销诉讼准用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七条之十八 第七十七条之十八 抗告再为抗告 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一千元 发回或发交更为裁定再行抗告 或再为抗告者免征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十七条之十九 第七十七条之十九 申请或申明除别有规定外 不征费用 下令申请或提出异议 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五百元 一 申请回避 二 申请通知受担保利益人行使权利 三 申请变换提存物或保证书 四 对于法院书记官之处分提出异议 五 申请发支付命令 六 申请命假扣押假处分 定暂时状态处分之债学人 于一定期间内起诉 法院职员于有前向第一款之申请而回避者 申请人得于收受法院告知之日起三个月内 申请退还以较财判费 下令申请或提出异议 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一千元 一 申请参加诉讼或驳回参加 二 申请命返还提存物或保证书 三 申请回复原状 四 对于司法事务官之处分提出异议 五 申请许可承担诉讼 六 申请许可为诉讼系数事实登记 或撤销许可登记裁定 七 起诉前申请证据保全 八 一 第484条第一项诞书 第485条第一项诞书 第四项第486条第二项诞书提出异议 九 申请假扣押假处分或撤销假扣押假处分裁定 十 申请公式追告或除权判决 申请定战时状态处分或撤销定战时状态处分裁定 专收裁判费新台币三千元 第二项第四款及第四项第八款之一亿 唯有理由者一亿人得于 收受法院告知之日起三个月内 申请退还以缴裁判费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通过第七条至二十二 第七条至二十二 依第四十四条之二请求赔偿之人 其裁判费超过新台币六十万元部分 占免征收 依第四十四条之三规定请求者 占免征收裁判费 依前二项或其他法律规定 占免征收之裁判费 第一选法院应于该事件确定后 依职权裁定项诉讼 负担诉讼费用之 依照征收之 但应由第四十四条之三规定 之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 负担诉讼费用 或其他法律别有规定者 不在此线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通过第八十三条 第八十三条 原告撤回其诉者 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 其于第一选言辞辩论 终结前撤回者 得于撤回后三个月内 申请退还该审计 锁缴裁判费三分之二 前项规定 于当事人撤回上诉或 抗告者准用之 原告于上诉审 言辞辩论终结前 其未刑言辞辩论者 于终局裁判生效前 撤回其诉 上诉人得于撤回后三个月内 申请退还 该审计锁缴裁判费三分之二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八十九条 维持现行条文第九十条 第九十条 诉讼不经裁判而终结者 法院应一申请以裁定为 诉讼费用之裁判 前项申请应于知悉或受通知 诉讼终结后三个月之 不便期间内为之 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 第九十一条之第九十三条之规定 于第一项进行准用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九十一条 第九十一条 法院位于诉讼费用之裁判 确定其费用额者 于诉讼终结后 第一审诉法院应一申请以裁定 确定之 申请确定诉讼费用额者 应提出费用计算书 交付他造之计算书 善本或淫本 及市民费用额之证书 依第一项及其他裁判确定之 诉讼费用额 应于裁判确定之一日起 加给按法定利率计算之利息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司法院提案第九十三条之一 不予征定第九十五条 第九十五条 本件事规定于法院 已裁定终结本案 或于本案无设置征典者准用之 申请或申明事件无相对人者 除别有规定外 诉讼费用由申请人或申明人负担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百七十二条 维持现行条文 法院会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党党团体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语意 没有语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七十七条之一 诉讼标的之价额由法院核定 核定诉讼标的之价额 以起诉时之交易价额为准 无交易价额者 以原告就诉讼标的所有之利益为准 法院因核定诉讼标的之价额 得依职权调查证据 第一项之核定得为抗告 抗告法院为裁定前 因使当事人有陈述意见之机会 关于法院命补巧裁判配之裁定 并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核定诉讼标的价额之裁定确定时 法院及当事人应受拘束 第七十七条之二 以疑诉主张诉项标的者 其价额合并计算之 但所主张之诉项标的互相进合 或应为选择者 其诉讼标的价额 应以其中价额最高者定之 以疑诉附带请求其起诉后之资席 损害赔偿 违约经过费用者 不并顺其价额 第七十七条之四 因地上权永电权农育权设送 其价额以一年租金十五倍为准 无租金时 以一年所获可适同租金利益之十五倍为准 如一年租金获利益之十五倍 超过其地价者以地价为准 第七十七条之五 因不动产一权顺送 如系不动产一权人为原告 以虚异不动产所增价而为准 如系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为原告 以公益不动产所减价而为准 第七十七条之十三 因财产权而起诉 其诉讼标的之金额 或价额在新台币十万元以下部分 专收裁判费一千元 于十万元至一百万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一百元 于一百万元至一千万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九十元 于一千万元至一亿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八十元 于一亿元至十亿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七十元 于十亿元部分 每万元征收六十元 其机灵之数不满万元者 以万元计算 第七十七条之十七 再选之诉 按起诉法院至审计 以第七十七条之十三 第七十七条之十四 及前条规定征收裁判费 对于确定之裁定申请再选者 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一千元 第一项之规定 于地上人撤销诉讼准用之 第七十七条之十八 抗告再为抗告 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一千元 发回或发交更为裁定 再行抗告 或再为抗告者免征 第七十七条之十九 申请或申明除别有规定外 不争费用 下列申请或提出异议 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五百元 一 申请回币 二 申请通知受担保利益人 行使权利 三 申请变换提存物或保证书 四 对于法院书记官之主份 提出异议 五 申请发支付命令 六 申请命假扣押假处分 定暂时状态处分之债权人 于一定期间内起诉 法院职员予有前项第一款支申请而回避者 申请人等于收受法院告知之日 起三个月内申请退还依较裁判费 下列申请或提出异议 专说裁判费新台币一千元 一 申请参加诉讼或不会参加 二 申请命返还提存物或保证书 三 申请回复原状 四 对于司法系无关之主份提出异议 五 申请许可承担诉讼 六 申请许可为诉讼细数事实登记或撤销许可登记裁定 七 起诉前申请证据保权 八 一 第484条第一项诞书 第485条第一项诞书 第四项第486条第二项诞书提出异议 九 申请假扣押假处分或撤销假扣押假处分裁定 十 申请公式推告或除权判决 申请定暂时状态处分或撤销定暂时状态处分裁定 征收裁判费新台币三千元 第二项第四款及第四项第八款之意义 唯有理由者 意义人等于收受法院告知之日期三个月内 申请退还以缴裁判费 第77条之22 一 第44条之二请求赔偿之人 其裁判费超过新台币60万元部分占免征收 一 第44条之三规定请求者占免征收裁判费 一 前二项或其他法律规定占免征收之裁判费 第一审法院应于该事件确定后 一 直权裁定向负担诉讼费用之以造征收之 但应由第44条之三规定之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负担诉讼费用 或其他法律别有规定者不在此线 第83条 原告是回起诉者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 其于第一审言辞辩论终结前撤回者 得于撤回后三个月内申请退还 该审计锁缴缴裁判费三分之二 前项规定于当事人撤回上诉或抗告者准用之 原告于上诉审言辞辩论终结前 其未行言辞辩论者于终局裁判生效前撤回起诉 上诉人得于撤回后三个月内 申请退还该审计锁缴裁判费三分之二 第九十条 诉讼不经裁判额终结者 法院应一申请以裁定为诉讼费用之裁判 前项申请应于知悉或受通知诉讼终结后 三个月之不便期间内为之 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九十一条 之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于第一项情形转用之 第九十一条 法院位于诉讼费用之裁判确定其费用额者 于诉讼终结后第一选诉诉法院 应依申请以裁定确定之 申请确定诉讼费用额者 应提出费用计算书 交付他造之计算书善本或赢本 及市民费用额执证书 以第一项及其他裁判确定之诉讼费用额 应于裁判确定之一日起 加给按法定利率计算之利息 第九十五条 本节之规定于法院以裁定终结本案 或于本案无设之征典者准用之 申请或声明事件无相对人者 除别有规定外 诉讼费用由申请人或声明人负担 宣读完毕 判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一 七十七条之二 七十七条之四 七十七条之五 七十七条之十三 七十七条之十七 至第七十七条之十九 第七十七条之二十二 第八十三条 第九十条 第九十一条 及第九十五条条文 修正通过 讨论事项第八案 民事诉讼法 施行法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司法及房制委员会 于一百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召开全民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汤召集委员会正担任主席 邀请相关机关者派代表 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 与获委员于听取报告 并经寻答后 审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 并将全案审查完均 原今决议本案审查完均 理据审查报告提醒约会公爵 不需交友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时 由汤召集委员会正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汤委员会正补充说明 汤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友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民事诉讼法施行法 请宣读第一条 第一条 本施行法 专修正民事诉讼法者 为中华民国57年1月9日修正后 公布施行之民事诉讼法 专就法者 为修正民事诉讼法 施行前之民事诉讼法 及其他关于民事诉讼之法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条 第二条 除本施行法别有规定外 修正民事诉讼法 与其施行前发生之事项 亦施用之 但因就法所生之效力 不因此而受影响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条 第三条 由务机构送达诉讼文书实施办法 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订定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条 第四条 修正民事诉讼法 施行前细处之事件 其法院依修正民事诉讼法 或就法由管辖 权者唯有管辖权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条 第五条 修正民事诉讼法 新定期间之诉讼行为 而应于其施行之际为之者 其期间自修正民事诉讼法 施行之日起算 但修正民事诉讼法 施行前 审判场依旧法 裁定之期间 已进行者 依其期间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六条 第六条 修正民事诉讼法实行前 依旧法法定期间已进行者 其期间应依旧法之锁定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条 第七条 修正民事诉讼法实行前 诉讼程序中断 中止休止 及本法锁定 当然停止 裁定停止 合议停止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现行条文第七条 之一删除 第八条 第八条 修正民事诉讼法实行前 所为之裁判 依第四百六十六条 所定步的上诉之而述 于修正民事诉讼法实行后 有增加时 而依增加前之法令 许之者仍得上诉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九条 第九条 上诉人有预示为诉讼代理人 或依书状上之记载 可认其 明知上诉要件有欠缺者 法院得步行民事诉讼法 第四百四十二条 第二项 及第四百四十四条 第一项但书之程序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条 第十条 关于民事诉讼法第162条 所称法院所在地之范围 由司法院斟酌实际情形定定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 求证明示诉讼法第五百条 第三项第五百五十二条 第三项之规定 因与战事不能于五年内起诉者 不适用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二条 第十二条 支付命令于中华民国 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五日 修正至明示诉讼法 督促程序编施行后 确定者 使用修正后之规定 于施行前确定者 债务人仍得以修正前民事诉讼法 第五百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 提起再审之诉 前项后段情形 政务人有债权人 于督促程序所提出之政务 系位造或便造之情形 或债务人提出可受 将有利益裁判之政务者 仍得向支付命令管辖法院 提起再审之诉 并以原支付命令之申请 施行为起诉 前项再审之诉 应与民事诉讼法督促程序编 修正施行后二年内为之 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五百条之限制 本施行法施行起 至无行为能力人 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成年后二年内均得为之 前项下规定 战务人就已经经常 征战务范围不是用之 宣诺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 中华民国106年5月26日修正至 民事诉讼法第254条 施行前 法院验发给予起诉之证明者 仍是用修正前置规定 其项情形诉讼标的 非基于物权关系 或有修正至民事诉讼法 第254条第九项 但书第十一项情形者 被告或利害关系人 仍得依修正前 民事诉讼法第254条第七项 规定提出异议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四条 第十四条 中华民国109年12月30日 修正至民事诉讼法 简易诉讼程序 实行前 以细数之事件 其法院管辖全集 审理程序 依下列之规定 一 未经终局裁判者 适用修正或之规定 二 曾经终局裁判者 适用修正前之规定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五条 第十五条 中华民国109年12月30日 修正至民事诉讼法 第133条第二项 第149条第5项 第249条之一 第444条第三项 第四项 第449条之一 实行前 以细数之事件 于该审计终结前 仍是用修正前之规定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 民事诉讼法第114条 定项裁定 于中华民国110年5月31日 修正至民事诉讼法第114条之一 实行前 确定者 受救助人 等于修正条文实行之日起 三个月内 依修正条文定项规定为申请 其项规定 受救助人 就以经常诉讼费用之范围 不适用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七条 第十七条 中华民国92年1月14日 修正至民事诉讼法第447条 实行前 已系属于第二审之事件 于该审计终结前 仍是用修正前之规定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八条 第十八条 中华民国92年1月14日 修正至民事诉讼法第469条之一 及第470条 实行前 已经第二审法院判决之事件 仍是用修正前之规定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 中华民国112年11月14日 修正至民事诉讼法第77条之二 第二项 第77条之十九 及第77条之二十二 第二项实行前 已系属之事件 第九十一条 第一项第三项实行前 法院为诉讼费用之裁判 未确定其费用额 而该裁判有执行力之事件 仍是用修正前之规定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条 第二十条 中华民国112年11月14日 修正至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 第二项实行时 诉讼不经裁判而终结 已于二十日之不便期间 者不适用修正后之规定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一条 中华民国112年11月14日 修正至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一 第五项规定 于施行前所为之裁判 不适用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二条 本施行法自修正民事诉讼法施行 之日施行 民事诉讼法修正条文 及本施行法修正条文 除令令施行日期转外 自公布日施行 中华民国92年1月14日 92年6月6日修正至民事诉讼法 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华民国98年6月12日修正至民事诉讼法 第45条之一 第50条第56条 第69条第77条之19 第571条第571条之一 第596条之第624条之8 及第9编第3章章名 自98年11月23日施行 中华民国107年5月22日修正至民事诉讼法 自公布后6个月施行 中华民国110年11月23日修正至民事诉讼法 自111年1月4日施行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党党团体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愿会有疑?没有疑?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一条 本施行法称修正民事诉讼法者 为中华民国57年1月9日修正后 公布施行之民事诉讼法 称旧法者为修正民事诉讼法施行前 之民事诉讼法及其他关于民事诉讼之法律 第二条 除本施行法别有规定外 修正民事诉讼法与其施行前发生之事项意试用之 但因旧法所生之效力 不因此而受影响 第三条 由务机构送达诉讼文书实施办法 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订定之 第四条 修正民事诉讼法施行前细数之事项 其法院依修正民事诉讼法 或就法有管辖权者 唯有管辖权 第五条 修正民事诉讼法 新定期间之诉讼行为 而应于其施行之际为之者 其期间自修正民事诉讼法施行之日起算 但修正民事诉讼法施行前 审判长依旧法裁定之期间 已进行者依其期间 第六条 修正民事诉讼法施行前 依旧法法定期间已进行者 其期间依旧法之所定 第七条 修正民事诉讼法施行前 诉讼程序中断中止休止 及本法锁定 当然停止 裁定停止 合议停止 第八条 修正民事诉讼法施行前所为之判决 一第四百六十六条 锁定不得上诉之而诉 于修正民事诉讼法施行后有增加时 而依增加前之法令许知者 仍得上诉 第九条 上诉人有律师为诉讼代理人 或依书状上之记载 可认其民事上诉要件有欠缺者 法院得不行民事诉讼法 第四百四十二条第二项 及第四百四十四条第一项淡数之程序 第十条 关于民事诉讼法第162条 所称法院所在地之范围 由司法院斟酌实际情形定定之 第十一条 修正民事诉讼法第五百条第三项 第五百五十条第三项之规定 英语正式不能于五年内起诉者不适用之 第十二条 支付命令于中华民国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五日 修正至民事诉讼法 督促程序边施行后确定者 使用修正后之规定 于施行前确定者 政务人仍得以修正前 民事诉讼法第五百二十一条 第二项规定提起再选之诉 前项后段情形 政务人有债权人 于督促程序所提出之政务 即未证或辩造之情形 或政务人提出 可受较有利益裁判之政务者 仍得向支付命令 管辖法院提起再选之诉 并以原支付命令之申请 事为起诉 前项再选之诉 应与民事诉讼法多处 程序边修正施行后二年内为之 不受民事诉讼法第五百条 是限制 本施行法施行起 至无行为能力人 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成年后二年内均得为之 前二项规定 政务人就已经经常知 战务范围不是用之 第十三条 中华民国106年5月26日 修正至民事诉讼法 第254条实行前 法院业发给 已起诉之证明者 仍是用修正前置规定 前项情形 诉讼标的非基于物权关系 或有修正至民事诉讼法 第254条第九项诞书 第十一项情形者 被告或利害关系人 仍得依修正前 民事诉讼法 第254条第七项规定 提出异议 第十四条 中华民国109年12月30日 修正至民事诉讼法 解议诉讼程序 施行前已细处之事件 其法院管辖全局 审理程序一下列之规定 一 未经终局裁判者 是用修正后之规定 二 曾经终局裁判者 是用修正前之规定 第十五条 中华民国109年12月30日 修正至民事诉讼法 第133条第二项 第149条第5项 第249条之一 第444条第三项 第4项 第449条之一 实行前已细处之事件 于该审计 终结前 仍适用修正前之规定 第十六条 民事诉讼法 第114条定项裁定 于中华民国110年5月31日 修正之民事诉讼法 第114条之一 实行前确定者 受救助人得于修正条文 实行之日起三个月内 以修正条文 第一项规定为申请 前项规定 受救助人 就已经常诉讼 费用之范围 不实用之 第17条 中华民国92年1月14日 修正之民事诉讼法 第447条实行前 已细处于第二审之事件 于该审计终结前 仍适用修正前之规定 第18条 中华民国92年1月14日 修正之民事诉讼法 第469条之一 及第470条实行前 已经第二审法院判决之事件 仍适用修正前之规定 第19条 中华民国112年11月14日 修正之民事诉讼法 第77条之二 第77条之19 及第77条之22 第二项实行前 已细处之事件 第91条 第一项第三项实行前 法院为诉讼费用之裁判 未确定其费用额 而该裁判有执行力之事件 仍是用修正前之规定 第20条 中华民国112年11月14日 修正之民事诉讼法 第90条第二项实行时 诉讼不经裁判而终结 已于20日之不便期间者 不适用修正后时规定 第21条 中华民国112年11月14日 修正之民事诉讼法 第77条之一 第5项规定 于实行前所为之裁判 不适用之 第22条 本施行法自修正民事诉讼法 施行之日施行 民事诉讼法修正条文 及本施行法 修正条文 除令定施行日期之外 自公布日施行 中华民国92年1月14日 92年6月6日 修正之民事诉讼法 其施行日期 由司法院定之 中华民国98年6月12日 修正之民事诉讼法 第45条之一 第50条 第56条 第69条 第77条 第59条 第571条 第571条 第596条 第624条 第8 及第9编 第3章章名 自98年11月23日施行 中华民国107年5月22日 修正之民事诉讼法 自公布后6个月施行 中华民国110年11月23日 修正之民事诉讼法 自111年1月4日施行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 民事诉讼法 实行法 修正通过 讨论事项第9案 民事诉讼法第116条 及第486条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 于112年11月12日 召开全民委员会议审查 本案 由汤召集委员会 正担任主席 邀请相关机关 指派代表 列席说明 并答复委员询问 与会员 于听取报告 并经寻答后 审略大体讨论 进行逐条审查 并将全案审查完聚 原经决议 本案审查完聚 理据审查报告 提醒院会公爵 不需加油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时 由汤召集委员会真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汤委员会真 补充说明 汤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加油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本案经一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民事诉讼法 请宣读第116条 第116条 当事人诉状除别有规定外 应记载下列各款事项 一 当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当事人为法人其他团体或机关者 其名称及公务所 事务所或营业所 有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者 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及法定代理人与当事人之关系 三 诉讼事件 四 因为之声名或陈述 五 公证明或是民用之证据 留附属文件及旗件数 七 法院八 年月日 书章内已记载当事人 法定代理人或诉讼代理人之性别 出生年月日 职业国民身份证号码 盈利事业统一编号 电话号码及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 当事人得以电信传证 或其他科技设备 将书章存送于法院 效力于提出书章筒 其办法由司法院定制 当事人书章之格式 既在方法及效力之规则 由司法院定制 为依该规则维持者 法院得拒绝其书章之提出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第四百八十六条 第四百八十六条 抗告处别友规定完 由直接上级法院裁定 抗告法院制裁定 以抗告不合法而不回者 不得再为抗告 但得向所属法院提出异议 前项异议 准用第四百八十四条 第二项及第三项之规定 除前二项之情形外 对于抗告法院制裁定 再为抗告 仅得以其适用法规 显有错误为理由 第四百三十六条 之六支规定 于前项之抗告准用之 抗告未缴纳裁判费 经原法院以抗告不合法 而裁定不回者 准用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 第二项及前项之裁定确定 而申请再审 或以其他方法声明不服者 不申效力 法院无庸处理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在民党党团体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疑 没有疑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116条 当事人书中除别有规定外 应记载下列各款事项 一当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当事人为法人其他团理或机关者 其名称及公务所事务所或营业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者 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及法定代理人与当事人之关系 三诉讼事件 四应为之声明或陈述 五公证明或是民用之证据 六附属文件及其建树 七法院 八年月日 书中内 已记载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或 诉讼代理人之性别出生年月日 职业国民身份证号码 引力事业统一编号 电话号码及其他足资辨别之特征 当事人得以电信传真或其他科技设备 将书状传送于法院 效力予提出书状筒 其办法由司法院定之 当事人书状之格式 既在方法及效力之规则 由司法院定之 为依该规则为之者 法院得拒绝其书状之提出 第486条 抗告主别有规定外 由直接上级法院裁定 抗告法院之裁定 以抗告不合法而驳回者 不得再为抗告 但得向所属法院提出异议 前项异议 转用第484条 第二项及第三项之规定 除前额项之情形外 对于抗告法院之裁定再为抗告 仅得以其适用法规 显有错误为理由 第436条之六支规定 于前项之抗告准用之 抗告未缴纳裁判费 经原法院以抗告不合法而裁定不回者 准用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 第二项及前项之裁定确定 而申请再审 或以其他方法声明不符者 不申效力 法院无庸处理 宣读完毕 三读条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决议 民事诉讼法第116条 及第486条条文修正通过 讨论事项第十案 民事诉讼法 实行法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司法及法制委员会 于112年11月12日 召开选定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汤召集委员会正担任主席 邀请相关机关职派代表 列行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 预货委员于听取报告 拼金寻答后 审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 并将全案审查完均 原今决议本案审查完均 领据审查报告提醒院会公爵 不需加油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 由汤召集委员会真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汤委员会真 补充说明 汤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加油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 报告院会 院会方采通过民事诉讼法 实行法全案修正 因此本案就依审查会意见 不予采纳 做如下决议 民事诉讼法实行法第十二条 不予修正 打论事项第十一案 审计人员任用条例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司法及法治财政委员会 于一百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召开联席会议 并案审查本案 由汤赵景委员会真担任主席 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之外 相关机关应邀制派代表 列席说明并答复员询问 于货员于听取报告并清寻答后 审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 并将决案审查完询 令通过附带决议二项 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询拟据审查报告 提醒约会公爵 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时 由汤赵景委员会真出席说明 宣读外避 请赵景委员汤委员会真补充说明 汤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审计人员任用条例请宣读第一条 第一条 审计人员承认用依本条例之规定 本条例未规定者 使用公务人员任用法之规定 宣读外避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条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审计人员 指副审计长 审计官审计刑察审计员及刑察员 宣读外避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条 第三条 副审计长应就具有下列各款资格之一 且具有拟任职务之任用资格准任用之 一 现任审计官 二 会计审计 学士优良且行政经验丰富 赴审计长为二人时 其中一人应由 具前项第一款资格准任用之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条 第四条 审计官应就具有下列各款资格之一 且具有拟任职务之任用资格准任用之 一 承认拟任职务或现任 次依申签计列之审计人员职务 二 经公务人员高等考试 相当高等考试之特种考试 或见任升官等考试之会计审计 及相关职系各类科考试及格 或经依法考试及格人员 考试类科适用职系对照表 得适用上开职系之考试类科及格 三 经公务人员高等考试 相当高等考试之特种考试 或见任升官等考试之土木工程 资讯处理及相关职系各类科考试及格 或经依法考试及格人员考试类科 适用职系对照表 得适用上开职系之考试类科及格 四 曾经全序审订拟任职务之职系 前项第二款所称相关职系 只与会计审计职系同职组 或视为同一职组之行政类各职系 第三款所称相关职系 只与土木工程职系 或资讯处理职续同职组各职系 以及与会计审计职系 视为同一职组之技术类各职系 宣读完毕 照审查会条件通过第五条 第五条 审计击查审计员 击查员应就具有你任职务之任用资格 且符合下列规定者任用之 一 审计应具有前条 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资格之一 二 击查应具有前条 第一项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资格之一 三 审计员应具有前条 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资格之一 或曾经全许 审订你任职务之系之 同职组各职系 四 计查员应具有前条 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资格之一 或曾经全议 审订你任职务之系之 同职组各职系 宣读完毕 到审查会条件通过第六条 第六条 未应审计机关业务需要 得任用经全议审订综合行政 法制等行政类职系有案 且具有拟任职务任用资格人员为审计 击查审计员 击查员 以前项资格任用之审计人员 不得超过审计机关编制 原额数之10% 第一项之行政类职系 指第四条锁定会计审计 及相关职系以外之其他行政类职系 宣订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现行条文第八条至第十一条删除 第七条 第七条 本条例自公募日施行 宣订完毕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党党团体 继续进行三读 请务院会友谊 没有谊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一条 审计人员之任用 依本条例自规定 本条例未规定者 适用公务人员任用法制规定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审计人员 指副审计长 审计官 审计 机察 审计员 及机场员 第三条 副审计长应就具有 下列各款资格制衣 且具有拟任职务之任用 资格转任用之 一 现任审计官 二 会计审计 学士优良 且行政经验丰富 副审计长为二人时 其中一人应由 具前项第一款资格转任用之 第四条 审计官 应就具有下列各款资格之一 且具有拟任职务之任用 资格转任用之 一 曾任拟任职务 或现任次一 申签序列之 审计人员职务 二 经公务人员高等考试 相当高等考试之 特种考试 或间任升官等考试之 会计审计 及相关职务各类科考试及格 或经依法考试及格人员 考试类科 适用职务对照表 得适用上开职务之 考试类科及格 三 经公务人员高等考试 相当高等考试之 特种考试 或间任升官等考试之 图目工程 资讯处理及相关职务各类科考试及格 或经依法考税及格人员考试类科 适用职务对照表 得适用上开职务之 考试类科及格 四 曾经全序审订 拟任职务之职系 前项第二款所称 相关职系 只与会计审计职系同职组 或设为同一职组织行政类各职系 第三款所称相关职系 只与图目工程职系 或资讯处理职系同职组各职系 以及与会计审计职系 设为同一职组织技术类各职系 第五条 审计机查审计员机查员 应就具有拟任职务之任用资格 且符合下列规定者任用之 一 审计应具有前条第一项第二款 第二款第四款资格之一 二 机查应具有前条第一项第一款 第三款第四款资格之一 三 审计员应具有前条第一项第一款 第二款资格之一 或曾经全序审订审订 拟任职务职系之同职组各职系 四 机查员应具有前条第一项 第一款第三款 资格之一 或曾经全序审订 拟任职务职系之同职组各职系 第六条 为应审计机关业务需要 得任用金全序审订 综合行政法制等行政类职系有案 且具有拟任职务任用资格人员 为审计 机查审计员 机查员 以前项资格任用之审计人员 不得超过审计机关编制 原额数之百分之十 第一项之行政类职系 指第四条锁定会计审计 及相关职系以外之其他行政类职系 第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审计人员任用条例修正通过 继续处理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 请一试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 通过附带决议二项 一 审计人员直施审计政府 及其所属机关财务 并依法独立行使审计职权 有不受干涉的保障 请审计部就如何提升审计效率 以及欲有机关无法配合审计时 如何强化审计人员行使职权之检讨书面报告 于三个月内送交立法院司法及法治 财政两委员会 二 有鉴于审计部年度总决算之提出 必须在行政院提出决算后三个月内完成 并且必须向本院提出审核报告 请审计部每半年应确实检讨用人需求 若有补充原额规划提出时 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应统筹 积极协助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疑 没有疑 照案通过 讨论事项第十二案 点事法第三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委员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于一百十二年五月三日召开全民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谢召集委员依奉担任主席 除邀请提案委员及党团说明提案要职外 乘官机关依应要职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 与后委员听取报告 并经寻答后 省略到底讨论进行主条审查 并将全案审查完聚 原请全议本案审查完聚 拟聚审查报告提醒院会公爵 需交由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时由谢召集委员依奉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谢委员依奉补充说明 谢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件审查会决议需交党团协商 另外委员傅昆奇等提案 经第八会期第三次会议决定经负二读 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 报告院会本案已完成协商 请宣读协商结论 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 时间112年10月25日星期三中午12时 地点红楼302会议室 协商主题并案协商点事法修正查案 协商结论第31条 照协商内容通过如附件 协商主持人谢一凤 协商代表柯建民刘世芳 庄瑞雄 汤慧珍 曾名中李德维 邱成远 赖乡林 张祺路 陈娇华 宣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意义 没有意义本案逐条讨论时 建议协商结论处理 点事法请宣读第31条 第31条 点事委员整 点事委员 命题委员 阅券委员 审查委员 口试委员 心理测验委员 体能测验委员 实定测验委员 及其他办理考试人员 因严守秘密 不得循私舞弊 前通关节 泄露试题 违反前项规定者 依法陈处 其因而触犯刑罚者 依刑法论处 违反第一项规定 指考选 食物费用增加者 考选部对之有求偿权 宣读完毕 照协商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体 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院会有医 没有医 请宣读 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31条 点事委员整 点事委员 命题委员 月券委员 审查委员 口试委员 心理测验委员 体能测验委员 实定测验委员 及其他办理考试人员 因严守秘密 不得循私舞弊 前通关节 泄露试题 违反前项规定者 依法陈处 其因而触犯刑罚者 依刑法论处 违反第一项规定 指考选事务费用增加者 考选部对之有求偿权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点事法第31条条文修正通过 马上完成立法程序后 有委员登记发言 请邱成员委员发言 并截止发言登记 邱成员委员 邱成员委员不在 我们就不发言 讨论事项第13案 公务人员考试法第20条条文修正查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委员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于112年5月3日召开决定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县赵景文一方担任主席 除邀请提案委员及党团说明提案要职位 相关机关应要职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 与获委员听取报告并进行寻答后 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 并将全案审查完聚 原今决议本案审查完聚 理据审查报告提醒愿会公爵许教有党团协商 愿会讨论时由县赵景文一方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请赵景文一方补充说明 谢委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去教有党团协商 报院会本案已完成协商 请宣读协商结论 法院党团协商结论 时间112年10月25日星期三中午12时 地点红楼302会议室 协商主题公务人员考试法修正查案 协商结论第20条 照考试院提案通过 协商主持人及协商代表如书面宣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意义 没有意义本案主条讨论时 进一协商结论处理 公务人员考试法请宣读第20条 公务人员各种考试榜事后 发现因点试或事物之疏失 至因录取而未录取者或不应录取而录取者 由考选部报警考试院 不行录取或撤销 其考试录取及格资格 公务人员各种考试榜事后 发现有泄体或舞弊之情事 至考试发生不正确结果 无法判定全部或部分应考人 应否录取时 由考选部报警考试院 撤销全部或部分应考人之考试不录取 录取或考试及格资格 并得救全部或部分应考人 重新办理事及泄体或舞弊科目之考试 宣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意 考试院照考试院提案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 请问委员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20条 公务人员各种考试榜事后 发现因点事或事物支出师 至应录取而未录取者 或不应录取而录取者 由考选部报警考试院 补行录取或撤销 其考试录取及格资格 公务人员各种考试榜事后 发现有泄体或舞弊之情势 至考试发生不正确结果 无法判定全部或部分应考人 应否录取时 由考选部报警考试院 撤销全部或部分应考人 只考试不录取 录取或考试及格资格 并得就全部或部分应考人 重新办理涉及泄体或舞弊科目之考试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公务人员考试法 第20条条文修正通过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 有委员登记发言 请邱成员委员 邱成员不在 本案就不发言 讨论事项第十四案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 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 于112年5月3日召开 决定委员会议审查 本案 由县造计委员 依奉担任主席 逐邀请提案委员 及党团说明提案要职位 相关机关应邀指派代表 练习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 于或委员听取报告 并经寻答后 省略道理讨论进行逐条审查 并将全案审查完聚 原进决议本案审查完聚 凝聚查报告提醒 约会公爵 需教友党团协生 约会讨论时 由谢召集委依奉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谢委员 补充补充说明 谢委员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需教友党团协商 报院会本案已完成协商 请宣读协商结论 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 时间112年10月25日 星期三中午12时 地点红楼302会议室 协商主题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 修正查案 协商结论 第17条 照考试院提案通过 协商主持人 及协商代表 如书面宣读完毕 宣诺 宣论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意义 没有意义本案主题要讨论时 经义协商结论处理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 请宣读第17条 第17条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榜事后 发现因点试或事物支出师 致因录取而未录取者 或不因录取而录取者 由考选部报警考试院补行录取 或策销及考试录取及格资格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榜事后 发现有些体或舞弊之情事 至考试发生不正确结果 无法判定全部或部分因考人 应否录取或及格时 由考选部报警考试院车销全部 或部分因考人只考试不录取 录取或考试不及格资格 并得就全部或部分因考人 重新办理涉及卸体或舞弊科目指考试 宣读完毕 照考试院提案条文通过 选案经过二读 先有民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三读 请愿会有意 没有意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十七条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榜事后 发现因点试或事物支出师 致应录取而未录取者 或不应录取而录取者 由考选部报警考试院补行录取或撤销其考试录取及格资格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榜事后 发现有泄体或舞弊之情事 致考试发生不正确结果 无法判定全部或部分因考人 应否录取或及格时 由考选部报警考试院撤销全部 或部分因考人只考试不录取 录取或考试不及格资格 并得就全部或部分因考人 重新办理涉及泄体或舞弊科目值考试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没有文字修正 决议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 第十七条条文修正通过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 由委员登记发言 请秋成员委员秋成员委员 秋成员委员不在 我们就不发言 抱怨会上午会议进行到此为止 下午五时继续开会 处理临时提案 现在休息 报员会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 首先请陈娇华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员陈娇华等13人临时提案 有建议我国游荡 全猫之问题欲趋严重 逐渐管理机制失灵 应以宠物源头决议 决议为首要 原请农业部参考文化部 社区营造三期 及村落文化发展计划 以及环境部 社区环境调查及陪力计划等 提出以社区为核心 推动宠物决议相关的计划 鼓励村里长进行家访 推广并协助宠物决议 以深耕村里方式覆盖 家户进一步掌握 宠物饲养情形 达成后续宣导管理及决议目标 并能有效缓解各地方政府 动保单位及民间动保团体 人力资源不足之问题 是否有当 请公决案 本院委员陈娇华等13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延处 请愿会有疑议 没有疑议通过 接下来请邮玉兰委员 交通违规祭典 调扣、调销、驾照等规定 才刚在6月30日实施 交通部王国财部长 就在11月8日宣布 为完成配套前 违规临停者 如妨害人车通行 以及骑楼围停 但留行人通行空间者 祭典将暂缓实施 招令细改 行政院应该督促 交通部及内政部 针对祭典心智的问题 妥善处理 并从工程、教育、周延规划 停车工需问题 与社会充分沟通 切勿在闭门造居 仓促决策 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赖 请行政院于一个月内 将办理情形回复 是否有当尽请公决 请行政院于一个月一 av